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其實你們也可以再試試看用VPA來run 不過VPA裡面到底有哪些地方不一樣 第一個的話你會發現 在VPA裡面 它就不是用OS.Walk 它是用一個函數叫DIR DIR的話 其實你只要告訴它說 你要找的路徑底下的什麼樣的副檔名 所有的副檔名它幫你列出來 然後它會一個一個幫你找 不過方法不太一樣 裡面一樣要寫一個都壞兒圍圈 也就是說它會幫你把一個先給你三重 然後再給你中立 直到最後比如25個檔位 到最後它找不到的話 它會回傳一個空字串 就是找不到了 這個時候陳時就跳離了 所以特別重要 這個跟OS.Walk 執行的方式不盡相同 OK 那又是另外一個邏輯 有興趣同學可以參考一下這邊 就是可以改用VPA 一樣可以做檔案的合併 那再來的話底下 我們再來看一下 底下這邊有稍微敘述 如果心理同學可以稍微了解一下 那 其他的部分的話 大概我們就是把那個合併的部分 先講到再來待會兒的話 我們就要往前推進 就是 因為實際上像剛剛有提到了 如果你只要做檔案 合併跟分割 將來如果你要做報表的話 在檔案裡面實際上說真的能做的事情還真的不是那麼多 比如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像我剛剛有想到說是不是可以做一些變化 什麼樣的變化 我希望比如說像這邊 其實三重裡面 還包含林口 包含蘆收 包含烏谷 巴黎 淡水 等等的 如果我希望把它分開來 把它個別存檔的話 哇 那這個城市太複雜了 可是如果你用資料庫的話 相對會稍微簡單 因為資料庫裡面 它可以 用一些條件的篩選 所以 我們就把這個火力集中在後面的資料庫部分 那我一直強調 如果你城市 假如學完之後 你對於資料庫部分沒有學到的話 等於實際上說你只有學一半而已 因為其實未來在應用面上面 大部分還是會把資料放在資料庫裡面 這件事情 所以 如果你後面這個資料庫學得好的話 你會發現就非常好用 因為以後你要做報表啦 提前事情的 所有東西先塞到資料庫算了 那你再把需要的資料撈出來 這樣的做法 相較之下會比較好做你要的東西 我學的啦 因為一般 看來看 不論任何的程式 都會有資料庫 OK 所以這地方呢 我們要如何在Python裡面 第一個 學習資料庫 那如何學習資料庫 待會請各位注意幾件事情 第一個的話我們會用哪一個資料庫 當然在Python裡面它有提供了一個模組 叫做Seql Line 這個Seql Line的話呢 它就可以讓你很簡單的建立資料庫 那這個資料庫當然 如果你以前有學過比較簡單 基本的像Office裡面有SS的話 那其實概念有點類似啊 這SS是要錢的 那Seql Line不用錢啦 所以其實現在為什麼自由軟體這麼夯 主要是因為沒有費用的問題 對老闆來說啦 只要不要花到費用 這是好的解決方案 可是呢要怎麼做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大概至少會學到幾點 第一個 在Python裡面呢 如何讓你建立資料庫 OK 因為我們假設 後面練習是 把像上次那50個會員資料有沒有 我希望啊 可以把50個會員資料 不是讀到那個畫面上看到就不見了 而是 可以把這50個會員資料 幫我把它放到 Seql Line資料庫裡面去 那我該怎麼做 首先的話 第一個你必須要建立資料庫 有點像一個檔案 有點像Excel 第二個的話呢 你必須要建一個資料表 資料表 資料表裡面的話呢 你必須要規定它裡面有幾個欄位 比如說像那個會員資料 總共有五個欄位 那你就變成你那個資料表要五個欄位 那五個欄位裡面的話你要告訴他這五個欄位 他的資料形態是什麼 比如說是放文字呢 還是放數字呢 還是放日期時間呢 OK你要先給他一些這個規範 所以如果 假如我們要放整數的話 名稱叫Integer 如果我要放的是什麼 放的是有小數點的話 那我用Double 另外如果我要放文字的話就Test 當然這個形態還有更多 OK你可以查一下Seql Line的資料形態 但是坦白講 如果你剛開始不想記那麼多的話 你就記這三種大概就夠了 頂多就多一個叫Date Time 日期時間 其實如果跟Eseql比起來了 Eseql其實優勢蠻多 因為Eseql根本就不需要 你說老師他幹嘛什麼 哪些欄 Eseql打開不就是有ABCDE 欄都幫你建好了 你完全不用考慮這一些 而且放什麼資料你也不用管 反正你就放進去就對了 OK 但Seql Line沒有了 Seql Line還是要先定義 但是如果你假設實在是不知道這個形態要給什麼 有時候我會偷懶 全部用Test就好 有沒有 全部用文字嘛 以後如果說那是數字沒問題要轉型比較好 OK 但是有個缺點 就是執行效率會比較差一些些 因為你變成要轉來轉去嘛 OK 而且比較會浪費一點空間 但是我講過了 只要因為 把電腦的效能所賜 不是啦 本來會跑很慢的東西 後來已經相差角不到萬分之一秒 說真的 那已經不是什麼太重要 反正你就方便為前提的話 那全部用Test好了 OK 然後空間你想說浪費多少 假設浪費個幾k 那也不是什麼 所以 如果你很懶得去記那麼多的話 那你就會放Test 我建議Test跟Double跟Int 這是最小一定要知道的 其他的話如果你暫時不想知道 沒關係 你就先用這些 所以待會的話呢 我們要先建一個資料做個練習 底下有一個練習 因為這個地方有一個範本 以後的話 建資料庫 建資料表 建欄位 輸入資料 它有個固定的範本 反正你就遵循這些規則就OK 有點像填空 你把它改一下 所以等一下的話 假設你把剛剛那個 合併分割程式練習完之後 請你找到那個資料庫部分 的第43頁 那這邊有一個範本 你把它Ctrl C 然後呢 再把它怎麼樣 打開我們的那個Spider 開一個空白的一個模組 把它貼上 Ctrl V 然後把它放到一下 跟各位解釋一下 其實呢 裡面的話 就是做完我剛剛講的 第一個 如何建立資料庫 資料庫在這裡 第二行 第二個的話 建資料表 在哪裡 第五行 跟第六行 第七行 這個是建資料表 然後兩個欄位 OK 然後呢 放資料的話呢 輸入資料在第九行 跟第十行 大概就這樣啦 我們待會再跟各位做細節說明 反正呢結構一定是固定的 先 建資料庫 建資料表 幾個欄位 然後把資料放進去 OK 第一步 第二個的話呢 待會我們就是 學會如何把資料放進去之後的話 再來做什麼 把它查出來 OK 頂多就是 再增加如何學會刪除資料跟修改資料 所以基本上 大概學的流程 第一個 建資料庫 建資料表 建欄位 OK 第二步的話呢 學會把資料做新增 查詢 刪除 修改 基本上 大概就足夠了 最重要的部分 待會的話呢 我們再針對 剛剛講的細節部分在做說明 OK 所以請各位先把剛剛的 這個 合併跟分割部分完成 待會的話 我會教各位 先了解資料庫 然後再把資料放 甚至可以把剛剛的全程 尤其例子 資料 也全部都把它放資料庫 OK 你在做資料的 這個 筛選的話 可能會比放檔案來的更理想 OK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待會我們看 所以請各位建一個新的 這個 模組 然後把那個第43頁的部分 先貼上好了